这气息会引起别人注意吗? 赵长河出神地看着融合过程,随口问。 有我屏蔽,不用担心这个。 所以如果我以后要掏出来,你也会屏蔽气息。 瞎子一时没有回答,显得有些犹豫。 赵长河大致知道了,瞎子还真不是一直跟在身边,更大概率只是不知道多少河的CPU,观察很多很多东西,其中分一部分在关注它罢了。 如果要长期帮忙屏蔽气息,或许有些为难,变成要跟着了。 瞎子犹豫半天,才道,你就不能不掏出来,放在戒指里一样用,和你平时隔怀里有什么区别吗? 精神探尽戒指,对我现在还是有点辛苦的,没事不会乱探。 突破第一秘藏就好多了。 也就是说,这个戒指能屏蔽天书气息是吧? 当然,瞎子道,你这个戒指很有来头,知道是什么吗? 应该不是玄武的东西,是属于夜地的。 对,瞎子再度犹豫了一下,还是解释道,这不仅是夜地的戒指,还是承到之前的随身用戒,其象征意义很浓。 赵长和趁机问,这戒指里的剑坯,山河屠戮之外,还有个令牌,乌气骂黑什么都没有,你知道是啥布? 瞎子并不打花枪,直接道,这令牌是夜地予以玄武住建方便的植物令牌,配合戒指基本就是见之如面的意思,否则四项互不买账,玄武要做事就没那么方便。 不过你也别当有多大价值,一时的职责已经烟消云散,此时也没人认这玩意,它更大的价值其实是可以融住,材料恰是补完,住建之用。 赵长和并不纠结那令牌干嘛的,手头的奇怪令牌多了,银武一文钱卖的血牌,夜无宗赌注送的墨浴令牌,这牌能容了住建好歹有用,玄武列出了住建之法合上缺的材料单,我是没有细看,如果令牌能做材料的话,那还缺哪一项? 虾子道,缺一层叶流沙吧,这不重要,你缺奇异,这才重要,住建对你上枣真权能。 赵长和忍不住道,你就不能出现在面前说话,一定要梦中才可以吗? 虾子道,我只因天书之事和你扯这么多,做完这事我就走了,你管我出现不出现。 说着,喝得一笑,你想见我,那就努力梦到我呀。 赵长和翻了个白眼,你挺妖女的哈。 虾子心中一跳,不说赵长和也只是随口一言并未多想,因为此时天书的融合已经完成。 金光灿灿,但并不刺眼,反倒感觉很是柔和,整个人沐浴在光滑之中,暖洋洋的,很舒服。 天书并不提供能量与人修行,但它自身蕴含的能量不知道是怎么来的,是否它们的存在就代表了整个世界的能量反应。 不确定,感觉银武的收集秘境还是挺有道理的,世界越完整,应该会对整个世界升格有利,更加靠近神魔之能。 每个人都在做着不一样的事情,但最终指向的东西其实挺一致的。 金光剑脸,两张书页成为核定本,虽然仅仅两页的核定本有点寒碜,跟个商品宣传单似的,但真的已经勉强可以称书了,不再是单页了。 金箔的材质有了变化,变成了类似圣纸那种黄卷,只是更硬,像是纳了千层。 同样也拖累的新一页原本逼格满满,连摸都摸不出材质的也变成了这种黄卷款,两页连在一起,可以开合。 展开一看,上面依然是没有字的,不过有了底纹引线。 纹理就是山水自然,就像此前秘境里见到的相似,能够感到有很玄傲的意在其中,精神探进去,可以感受到自己仿佛身处一片绿水青山,别无他物。 但这次的绿水青山好像不是VR了,说尽话到Mr.好像也不止,真就是一片新天地一样。 照常合适着问,我还在吗? 瞎子有点想笑,但也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,便答,在,那不过是你的石海与天书对接,令成精神世界,并非身躯穿进了书中乾坤。 这是我区区玄关就中半道的事吗? 你本就无限接近第一密藏,其实有一些密藏高手的精神力还不见得强过你,你缺的是融会贯通,而不是绝对属性。 那我现在对接这样的精神世界,然后呢?啥都没有啊,灌顶的老爷爷呢? 瞎子冷冷道,我给你开炉药吗?然后把你很爱抹的东西灌进去,算不算灌顶? 照长河,两句话间,面前的山水里飘然行来一个仙子,淋波飘渺,如风拂雪,双目轻蔽,如神女从云端漫步而来。 照长河看直了眼睛,你说叫我努力做梦见你,这不是来了吗? 恶不是,这瞎子啥时候变得这么漂亮了? 以前说漂亮,在现代都无数数数人去偷看它,那还是在正常人认知的美女范畴里的。 而之前几次见面也是维持着现代剑道时的装束,黑色武士禁装,关键还是短发,说是个占卜舞女,其实更像一个暗影之中的女刺客。 可这一次穿上了仙子装,衣带飘飘的,整得和唐婉装似的,头发也变长了,气质掀起来了,连带着闭上眼都像女神了。 这就是天书解锁之后的用途,看你变妆。 赵长河差点想喷出一口老血,我出生入死图啥呀,图看金箔变个宣传册,再图看你换个妆。 你脱了看看还差不多,饿不对,也不行。 不用那副心浮气躁的德性。 瞎子飘然到了面前,叹气道,此夜天书是自然之道,你心中之景便是贴合此意, 我没有换装,不过是你被环境影响之下自然在心中如此呈现罢了。 赵长河,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? 我看得出你眼中的我。 瞎子继续叹气,有一说一,你好好感悟这夜天书,能对你的修行有什么好处倒是未必, 毕竟和你的路子真不算很贴合,只能作为触类旁通的参照和心境的打磨。 赵长河听出了言外之意,你的意思是有其他好处。 你看我的样子,想起了谁? 唐婉庄。 瞎子再度喝了一声。 赵长河板着脸部说话。 所以这夜天书不对应它,还能对应谁? 瞎子淡淡道,你如果想治疗唐婉庄的问题, 那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东西比这夜天书能够带来的帮助更合适了。 哪怕是你的回春觉都不行。 赵长河一个机灵,戏说为什么回春觉不行? 他并非所谓的伤了费精,那只是人们寄予表象得出的误解。 他伤在更玄之神,不是身躯治疗可得的,否则区区一条费精, 你以为夏龙渊真连这都治不了? 还是良宝的这都不肯治? 不治愈,便是为了让一个忠臣能干活,他也不可能不治,他在凉薄也不是傻子,纯粹是因为确实没有办法而已。 赵长河道,那靠这个天书,怎么治? 他让你慢下来,贴近了自然之境,你也还他以自然,便是了。 至于怎么做,天书在你手里,你不琢磨,你问我。 瞎子的身影慢慢淡去,金箔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琢磨的, 这一夜你也自己慢慢琢磨去吧,短时间内我不会再出现了,好自为之。 赵长河总觉得瞎子这迷语人做的,纯粹是在报复自己琢磨金箔的过程。